我们都特别欢迎 真的因为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嘛 对不对 有什么话我们都可以在直播间好好说 家人们希望你们也可以支持一下唐唐 咱们多打正能量 有什么问题我们就说清楚 对不对家人们 说清楚 没有我觉得逃避的话不是办法 因为早晚我们要站出来面对的嘛 对吧 所以说该来的总会来 没有必要去逃避 我们就正视这个问题就可以了 哥哥你说吧 你今天来直播间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这大概我也了解了 但是家人们我跟你们说一下 这个塔塔跟阿伟他们两个 如果说像你们想象中那样 他们两个真的珍惜些爱 我可以成全他们两个是吧 但是你没知道 这个阿伟他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作为一个哥哥 我很清楚知道吧 所以今天晚上我过来呢 跟塔塔说的事呢 我的意思是 塔塔今天晚上是准备表白是吧 这个我知道了 这个我看得出来 然后刚才家人们一直在这样说 然后我过来呢 跟你说呢 是希望你考虑一下 不要意识冲动 让咱们兄妹 从小一起炸弹的 哎万一落得不愉快了 所以我以后 咱们怎么下去 所以呢我希望你考虑清楚 然后阿伟你知道的 他心里面有谁你知道 你们两个留在一起 得不得欣赴 你知道 所以要想起初 所以说 哥哥你今天来直播间 是因为你觉得 我要向阿伟表白 然后你觉得阿伟心里面有阿子 如果 我跟阿伟表白了 我们两个在一起了 这样会伤害我 是这个意思吗 我是怕你跟阿伟表白了 阿伟现在也在犹豫 知道吧 也不是说你表白了 他也可能 可能要答应你 这个 所以不确定是吧 但是我都看得出来 我是你作为一个妹妹 像前面每一样 所以提醒你 我们两个之间呢 我是 我是喜欢你 但是喜欢我们 我们之间跟阿伟 不一样知道吧 我是大锤的 阿伟呢 来打正能量 家人呢 不要打250 打正能量 他之前的事情 我知道他心里 现在还是有点发不像 另外一个人 所以你 今天我这个表白 你要考虑清楚 不要意识求着 然后 整来咱们尴尬是吧 所以 你表白了 阿伟不接受 那我们每天 怎么见面是吧 这样搞得你 没有直起来着 没有直起来着 齐齐了 我们就 搞得 大家都嘎嘎 有时候一起吃个饭 或者一起来玩一下 有时候你都觉得 我先 哥哥 我听懂了 我先 我先回答一下 哥哥这两个问题啊 也回答一下 一些家人们的疑虑啊 首先第一 哥哥觉得 阿伟心里面 是有阿子的 所以说 他跟我在一起的话 也不会真心的和我在一起 这个我是不认同的 首先我觉得 阿子这个已经是一个过去式了 对不对 家人们 这已经是一个过去式了 难道人 在一段感情当中 经历了一次挫折 失败 就不配再去拥有新的感情了吗 我觉得阿伟 很想走出这段关系 也很想重新开始 所以说 其实阿伟哥 我希望你不要 再一直说 阿子跟阿伟 阿伟其实才刚刚走出来 好不容易 才 这段时间 我觉得他状态不错 我们没有必要 再揪着这个事不放了 而且 这个事情 我也不介意 阿伟哥 我不介意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跟阿伟在一起了 阿子不会是阻碍 就像 阿伟跟阿子不能在一起 我也不是阻碍 一样的 因为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不管是有阿子 阿红 阿里 阿什么 都无所谓 这个不是我们感情中的一个阻碍 只要我们两个人 有心走在一起的话 就不会有第三个人 可以插得进来 这是哥哥 我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你担心说 如果我跟阿伟不能走到一起 或者他今天不接受我 我们接下来就怎么见面 我向哥哥也向家人们保证 不管今天我能不能跟阿伟走到一起 我们明天后天都还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家人们你们相信我吗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唐道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 我觉得我喜欢谁 他喜不喜欢我 其实跟我没有关系 如果他刚好可以喜欢我的话 那是我的荣幸 如果他不能喜欢我的话 也没有关系 对吧 因为没有人 可以做到任何人都喜欢 这是很正常的 我只想把我想说的表达出来 至于结果的话 我们就听天有命吧 好不好 哥哥 那我已经回答你这两个问题了 然后你 觉得还有什么顾虑呢 你自己肯定去除 反正我话给你带到了是吧 我已经把我心里话给你说出来了 家人们 家人们一直认为呢 我是一个坏大什么的 故意拆敞你们两个 其实我不是这样的 知道吗 我是怕 我是怕 我是怕万一你们两个走在一起 万一美活天是吧 如果这些相爱人都走到了 但是更好 但是万一巴图而非的 万一美活天阿伟又说什么 又去让阿子给改动了 或者什么 那个时候咱们都不好是吧 不好面对 然后呢 嗯 你确定阿伟喜欢你吗 我不确定 哥哥 我说实话 我不确定阿伟喜欢我 他说过喜欢你吗 嗯 应该没有吧 是吧 所以我是怕你今天晚上这样 搭着那么多 粉丝面前说 是刷雨面前说 然后 还有我老爸 你说以后 万一 是吧 阿伟喜欢你 阿伟答应你们两个 这些相爱在一起的话 什么都好事 但是万一 阿伟现在我弟弟 我最清楚知道吧 我是怕他发不下阿子 然后 还在犹豫 还没有走出来 然后你又给他表白了 然后他又一下子接受不了 然后又搞得咱们都 尴尬 找不到以前那种感觉 我是怕这个 我是怕这个 然后在粉丝面前说了 我现在知道了 那你觉得我们俩还能像原来那么好吗 打一波正能量家人们 打正能量家人们啊 嗯 你觉得我们俩还可不可以像 你没说过之前一样好 我觉得我可以哥 不管你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 不管你把我当妹妹还是当什么 这个事过了之后 我永远都把你当哥哥 我还会像原来一样跟你特别好 你可以 还可以把我当妹妹吗 假如就算我不喜欢你 你也可以把我当妹妹一样 还对我好吗 可以吗 我是可以 我们两个嘛 最小 最小就是兄妹嘛 这个不存在 知道吗 但是阿伟跟你们两个就不一样 知道吗 我们两个也是一样的 如果就算今天阿伟不喜欢我 你没有觉得那么大个场面 觉得呢 我也可以像你一样的 我爸爸也一直在 一直在支持你们两个在一起 嗯 这个我爸爸这个我了解 他是他看到你优秀 看到你事业有成方方面面 然后呢 他把阿伟交给你 他就放心 对吧 这个感情呢 不理由那个事业什么机器来 和量的 知道吗 你不要 现在阿伟的 虽然你帮了阿伟不少 但是 阿伟的戏怎么想 你不如确定是吧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考虑一下 考虑清楚了 哎 再给他一段时间 然后确实 是吧 确实 他都放得下其他 然后你们两个 这样 可会支持 你们两个都知道吗 到现在这样 你现在这样 活得那么大个场面 我怕伤害到你 你怕伤害到阿伟知道吧 你吃喝的东西 喝的东西 你给不管怎么样的哥哥 拿的东西 就是吧 家人们 你们说 对不对 打拨正能量啊 家人们 如果你们觉得对 打个对 你们摸着你们的良心说 他们两个合不合适 咱们打一锅正能量啊 咱们打一锅正能量啊 嗯 那你觉得这个 你喝的这个豆奶 合不合适你吗 喝的 豆奶吗 嗯 这个又炉又 这个感觉 挺好喝的 这是常常听自去学的 是吧 很炉的 常常说直播剧的家人们 可能喝那些牛奶 什么样的都不怎么样 这个比纯 那个纯牛奶好喝多了 黄桃学的你觉得能有很错的吗 很差的吗 哥哥好会聊天啊 你听是我挑的 比牛奶好喝多了 嗯 真的挺好喝的 哥哥其实很聪明的 哥哥只是太酱了而已 教你们说实话 我跟塔塔呢 来不来走到一起 都不重要是吧 我们两个 我回来也没有多久 我们两个相处没有多久 这个塔塔不接受 我一直很正常 但是阿伟跟塔塔就不一样了 他们两个已经在一起那么久了 所以我听懂了 一起都是感情合适的 他们两个那种亲 那个哥哥弟弟那种 哥哥妹妹 哥哥妹妹那种感情合适呢 所以我不想 别忘了说 我 我跟你再相处一段时间 然后再决定要不要给阿伟表白 是不是哥哥 不不 不是这个意思 下人来 让唐唐请你们喝这个好不好 让唐唐请你们喝这个 不用说了 不用说了 我觉得再说下去 我觉得你们对 下人来让唐唐请你们喝这个 唐唐 那家人们说一下这个 这是你亲自去挑的豆奶 家人们 这是唐唐挑的豆奶 还蛮好喝的 这是蛮浓的 很浓的豆奶香 家人来有没有喜欢喝豆奶的 这个本来是准备 阿伟上台的时候 放给大家的 然后我们提前放了吧 好不好 可以 提前放了 然后这个也是唐唐给大家的福利 准备上车吧 好吧 来 看到了 这个是49块9一箱 在很多大的超市里面都有的 好吧 49块9一箱的 对 这里面是20瓶 真正的多了 家人们过年送你对不对 就送20瓶的知道不 家人们来 我们先不收他了 有没有人喜欢这个 家人们不要再聊 聊那些话题 打正能量家人们 咱们打一波正能量 不要再聊 不然我怕阿伟等一下一上来 就又断了 咱们多打一点正能量 家人们我打断 打动的对不对 家人们好不好 来我们先 他就这样子 49块9对不对 我再给你补贴10块钱 39块9 我以为家人刚刚说我棒 我就再给你补贴10块 我再补10块 29块9上车 29块920瓶啊 对不对 扣播1 扣播1 我把哥哥带下去 好不好 来 可以的话给我扣播1 可以的话给我扣播1 我把哥哥带下去吧 对你们觉得可以 你们觉得这个东西可以 对不对 扣播1 来 扣播1 可以 我把哥哥带下去 我觉得这种话题没有必要在这上面聊了 那么大一下才29块9 还是补贴了 我补贴了10块 唐总补贴了10块 我差不多 我说的 我说怎么才29块 我跟你说了 2块5一瓶 绝对要吧 是不是 那个垂牛呢 这是6块钱 这个比垂牛还好 好喝 这个应该 这个应该在 在线下买也是 5 6块 应该 是什么 来 后台这么多人可以来 后台给我准备 这个 我们的 这个 这么瘸痘的斗篮 来 给我上个30单 我总站中间看不见 家里面 我跟你们说 这么像大一箱的斗篮 而且这个包装高端大气上两次 里面一箱是20平 来 后台 30单 只有30单 家里面 只有30单 来 3 2 1 上车 哥哥你下下去好不好 我让家里面 抢 安心抢一下这个斗篮 可以 我想再跟家里面聊一下 家们家们来你们先去抢到来 哎这样子我给你打个躲好不好 如果能抢我就跟你请能抢848单 你就给我下去行不行 我本来只放30单30单的 你在这里我放848单 我希望你你发财 好吧 可以不可以可以 家里面去抢他后台给我准备848单 那我只要只有你有条件 只要你有要求 我网住你 只要你下去好吧 848单 你下去休息一会儿是吗 哥哥 那这样吧 今天晚上你们来个 你们来个给家里面多发的福利 让家里面原谅一下我家里面 一直误会我 说什么骂我 知道我真的很不舒服 家里面 比来我不想来这里给 这里给聊这些事情 知道吗 当时呢 你们都不都就什么 乱说 我心里很不舒服 知道吗 你不用会说 所以下来家里面 还是还是还是 还是你减一下我 你减一下我 嗯 打正能量啊 家里面 好不好 我走 好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把我 给家里面多发的福利 家里面其实 其实哥哥呢 他 嗯 有他的想法 有他的难处 都是一家人 如果说我们在直播间对他不太友善的话 这样其实也会更加激起我们之间的矛盾 没有必要 家人们啊 虽然说 会有一点 会有一点阻碍 会有一点问题 但是我们去把它解决掉 他这个算不了 上不了 29块就只能上39块吧 因为刚刚以上就下 以上就下 家里面 39块吧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到时候我再给大家补个福利 好不好 因为他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东西 这样就是卖49块9 一分都不能少的 可以 好吧 好 那10块钱补不上的话 这10块钱 以后别的屏 我给你们补啊 对 那10块钱可能补不上 39块9 20瓶也是可以的 这个在外面卖45块钱一瓶 好吧 这样子吧 那你把那个里面很多家人们跟我说要一个苦桥茶 你再给大家送里面 昨天人太少了 然后那个苦桥茶给大家送一点 送一点之后 我杯子里面喝的那个是吧 对 那个杯子还在吗 再把杯子给我吧 因为昨天那个苦桥茶我一直在喝 就是这个杯子里面的 对 小五是不是去找阿伟了 让他们两个兄弟在底下自己说两句吧 好不好 家人们 给他们10分钟的时间吧 小五哥可能也有话想跟阿伟说 让他们说完 然后阿伟来 然后 今天要做的事情 就今天必须要完成 对不对 不能因为有任何的干扰 我们就把今天的事情给他 拖后了 拖后了 我希望还是今天解决 是不是小五哥是不是去找阿伟了 对 家人们我们这样找 我们尽量把小五哥喊下去了 我们不管怎么样 他刚跟我说了 要我把他八十八当拍完 好不好 我们不管你们三十九块就拍到了 还是二十九块就拍到了 你们去拍 然后拍到了 我们就拍到八十八当 你看一下有没有八十八当了 有八十八当了 他就不会跟我去念了 我不知道怎么看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看 家人们你们都拍到了没有 拍到了的话给我扣衣衣衣好不好 小五哥去找阿伟了 你让他们说几句 然后晚一点 把阿伟哥就叫过来吧 好不好 可以 好吧 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什么 你把你那个朋友叫过来 让他帮他帮帮一下忙 把那个苦求上一下嘛 好吧 我们等一下他 对 家人们刚才我们的公平节奏太大了 所以说都关播了 等一下我们无论直播间发生什么情况 咱们直播间这么多样打起来 叶总过来了叶总 叶总来 对 来给我们讲一下 对 家人们叶总是这个 差不多就把阿伟叫过来了 叶总在做叶总同胞 我试试在这一个船车 您好 对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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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很多行动 您好 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好 你看差不多把他叫过来啊 对 好 我现在去叫他 嗯 去把阿伟叫过来 来 今天很高兴 真的很高兴 真的很高兴 你好 你好 终于等到了啊 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好 晚上好 马上要要临近过年了 咱们这里呢 先祝愿各位家人朋友们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来年了 都平平安安的 健健康康的 因为咱们家呢 也是做这个健康产业的 主要做咱们这个 大梁山的这个黑苦桥 嗯 可能很多朋友 对这个苦桥 不是特别了解啊 我大概都给到朋友们讲一讲 这个苦桥啊 它是 就是说这梁山的这个黑苦桥 它只是 只能生长在海拔2000多米 还有这个接近 3500米的高寒山区 它营养价值是